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做《香港出路》這個電台節目 《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就是 其實是和大家去探討一下香港近來發生的事情的 我們不希望自己和大家大時批評一下 政府某人某事對某些事情處理得不好 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問題的羅龍去蜜 最後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方法 今晚我們很高興又請到嘉賓張翠蓉 幫我們繼續做今晚的節目 其實今晚這個節目可以這樣說 它應該是最熟悉的了 為什麼呢? 我們只不過在最近在香港的社運電影節裡 看到一輯電影 電影的名字是叫做 How to survive peak oil 大家都知道我們地球石油短缺的情況 其實是面臨一個轉捋點 即是說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最高點 接著我們石油的出產量 儲存量只會越來越少 大家都預期將來石油的問題 會越來影響我們的運作 但我們都不知道到時候 石油短缺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去適應呢? 但很有趣 原來在1992年代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實驗 出現在古巴 原來當時 古巴跟蘇聯的關係一直非常好 蘇聯不斷供應古巴需要的很多物資方面 大家知道1992年蘇聯瓦解了 在同時 蘇聯供應古巴的石油其實都中斷了 這個突然中斷的情況 其實是發生得很快 即是不像我們現在已經說 我們現在石油已經快不夠了 我們已經去到最高點了 接下來就越來越少了 大家可以說都可能有五十年去適應 但在古巴當時是突然出現的 古巴當然在社會上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電影節這一輯 《香港社運電影節》 講出當時是一個紀錄片來的 當時古巴的人是怎樣應付當時的危機 結果我們知道他們就開始要知道很多的 要依賴石油那些工廠的運作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們整個社會已經全面依賴石油 但突然之間沒有之後 那怎麼辦呢 結果他們就開始推行了一種有機耕種 因為石油的副產品已經沒有什麼了 很多這樣的沙蟲藥 那些肥料 其實已經沒有輸入古巴的 古巴人當然要求存 我們在電影裡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很多東西 黃岩妍呢 昨晚好像有沒有知道的 今天網友可以在我們的網站 我們拿了Youtube 他除了可以看那個不拍的 大概都是 一個小時左右 那當時我們看到的 在片段裡面 看到他們面對的困難是去到什麼程度 那兩年好像是 GNP是跌了三四成的 即是回到 還有沒有石油 那是要幾個小時等班馬士 即是等一天上班等班馬士 那他輸入幾百萬的單車 即是中國那裏買 自己又生產了 即是要很快去應付這個問題 那些農產品又不可以大量生產 那便要立即進行有機耕種的做法 那便要全民都無農 立即要在屋子的旁邊 在耕種 即是Private Farmers 即是私人農場 那幾年 他叫特別Private 是很努力整個國家一起 應付這個危機 是 有團結 那 我看他 美國人更壞到 在那時候增強禁運 一向都圍他 那你其實是不人道 人家都 有危機 有能源危機 竟然更加強 今天已經餓了 可能會餓死 即是 美國人真是壞 所以不要說 趁你病 拿你命 但他們是很成功的 即是他們 整個經濟大轉型 即是他們 整個經濟大轉型 但結果是沒有事 我們看看PD裡面 沒有沒有 即是他們的嬰兒死亡率 基本上是跟美國一樣 即是沒有因此死亡率多於一個人 還有他試過一段時間糧食 即是他是配給的 配給就是基本的需要 即是那個熱量 那些大人小孩 後來他們發展到很有趣 即是在家裡外面掛了太陽能的板 就在家裡附近耕種 還有他們訪問的人 其實他們很power of 即是那幾年間 能夠完全自力更生 還有他認為是進步了 整個社會進步了 人與人之間 是的 他很強調 因為本來你在美國 即是說 叫你一起關燈 閉電 那些人就會問 為什麼要關燈 我能夠關燈 能源有危機 那為什麼要關燈 我們香港人都是 不用膠袋 但你去到就用 因為你習慣了我能夠關燈 為什麼我可以用 但是在古巴 那時候 你有錢給的 你知道危機 即是國家武能源危機 一齊會不用燈 會生 那些人是很能夠互相幫助的 因為變成 整個國家 本來有一個大的體系 就分散了很多小的體系 即是有些小的社區經濟體系 很多工作 很多生產 都是就近的 變成了 因為他沒有了石油 他變成一切 即交通會低了 電 電主要是給公廠運作 不是公廠 不是公廠 醫院和學校 醫院和學校 優先 大多數人都要用原錢的方法 盡量不用電 還有他們喜歡沖熱水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他說60%就是用太陽能的板 就是在那裏 那些人 因為是社區 所有那個城市 就變成一些小的區域 不用那麼多 比如他工作 娛樂 上學 都是所謂walking distance 就地解決 耕種都是就地 即是在家裏搞定 還有出現了一種以物換物的情況 即是大家各有各做些東西 然後呢 就食物 即是主要都是 那他交換 那交換的時候 他說 比如我沒有糖 我家裏 有沒有鹽 有沒有Coffee 有人換了一些 那人際關係 竟然是好很多 那再不是說 就是跟著教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生存是重要的 而又不要令生活質素下降 那人一樣很快樂 玩音樂 一樣是很多活動 打球 因為他們 就在左近 就 做些康樂設施 大城市是解體 就是為了很多小的社區 而社區是自給自粟的 可以做到 包括你種的食物 大多數可以自給自粟 而他過了幾年 他說 根本是 食物是富裕了 因為他變了有機耕種 然後他說 有機耕種都不是一整就可以 要幾年的 幾年的 那些泥土要更豐富 因為太拖農藥 在那裏 即是他要隔一段時間 那他現在 他們是不願意再 這麼現代化 希望這個生活 反而是覺得好 那你可以見 他們消耗的能源 即是跟美國人比 是百分一的 已經是低度 其實在歐洲 你也看到 歐洲人的消耗能源 是美國的三分之一 我很記得去歐洲 譬如我有一次去意大利 Bologna 去上課堂 在寺院那裏 其實他的設施很好 你一走到走廊 燈就亮 你離開走廊 走廊 他就會停 我很記得很多年前 我妹妹去探 南大都有 很多地方都有 但香港不習慣 即是沒有的 走進去燈 然後走進去關燈 現在大陸都有 北京 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 歐洲是美國的三分之一 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文化 很多年前 我妹妹去探 我一個表哥 表哥 就是在法國住 她的老婆是法國人 她的老婆家 她老婆的爸爸是architect 她說她很有趣 妹妹說 她形容給她聽 她家裡住很有趣 經常踢踢 踢踢 因為為什麼 你上樓梯開燈 下樓梯 你過了 你又關燈 那時她不是電動化 那時都很久之前 八零八幾年的時候 其實他出戲 提到Pete Oil的問題 其實有個時間 1975年 很多經濟學家都說 石油生產到那裡頂點 然後向下跌 而人口從消耗一直升 其實到現在也是 你變成了 比如中國 大量消耗能源 石油 他說2004年 400萬輛車 到2008年 應該有800萬輛車 在大陸那裡 是 是 如果你這樣增長 即是說 現在石油大量 用著 但可能到一個Pont 會突然間跌下去 可能去到那裡 那些油酒全部開始沒有油 而且越來越難 越來越難採集 其實人類 會面對 最終會面對 我們現在用的能源 石油 會突然間 會變得很貴 越來越貴 這肯定 會消失 會消失 這個程度 你要立即面對一個危機 古巴為什麼這麼有趣 這件事 因為它的標題 都是說油 即是How to survive Peac Oil 它不是很強調社區的互相幫助 其實它重心是說 石油突然間短缺 來得很快 我們現在說的是 大家有時間準備 大概五十年 可能三五年 最少 十年八年都有 如果我們照樣用五十年 如果再不斷增加 可能三十多年 但是 因為越來越難採 越來越貴 所以 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說 是很快看到 但古巴不是突然出現 九二年 蘇聯帝 九一 很快一年間 一年間 就悶了 這個應該餓死 亂了 好了 這樣的轉變 當然有些說 共產國家的背景 那些人都可能 習慣了 根本和國家沒有關係 什麼國家都突然間面對 沒有了能源 突然間沒有了 沒有了能源 等四個小時 那根本就不可能上班 然後把那些大貨車 改裝 成功 像駱駝一樣 好了 為什麼我講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 在社運學裡面 經常當這是一個 人類烏托邦的例子 就是說 人類可以 在這個 所謂的 可以持續的生活方式 社區生活方式 人際關係 大家是互相幫助的 好了 在社會學裡面 往往是將這個例子 作為一個很仰慕的例子 好了 這是我們看到的資料 我們常常當這是宣傳的資料 真相是怎樣 我們真的不知道 如果就這樣讓我們看看 我真的以為烏托邦 好了 當時張翠蓉出現了 原來張翠蓉 是九零元代去過 最近都去過 好了 張翠蓉說了很多很多事情 原來情況不是這樣 好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這套電影 主題 就叫做社區的力量 副題 副題 即是它是用這一段的時間 作為一個例子 怎樣發揮到社區的力量 它是一個power of the community power of the community 這才是它的正題 副題 它其實是用這個所謂 非常時期 作為一個例子 一個比較激進的例子 即是去表達社區 其實是在一個危機裡 發揮到力量 所以 即是它是 原意是這樣 是啊 是啊 你們可以看那套電影劇裡面 有講很多社區 現在他們仍然在做 即是他們覺得已經是一種發展的方向 方向 一個方向 一個方向 另一個方向 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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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刚才黄岸然说,他们转了有机间装,但是之前都已经半有机,因为他们是没有钱买化肥的 他们说是已经研究了几年了,他们知道问题可能会出现,他们会有科学家去研究 他当时在澳洲邀请了几位Permaculture那班人,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也邀请了澳洲这方面的专家叫Permaculture,就是永久性可以跟踪的专家,他们就去那里帮他们手 但是他们好像张忠雄说,他们过去都是有很多这方面的跟踪的经验,因为他们一向都不能依赖那些化肥,那些这样的化学家 没有钱买,唯有看看大家手头有什么,那你要耕作的嘛,因为在这个美国经济制裁底下,其实很多入口都是在欧洲那边入口,但是你知道路途都很远的,而且你去到古巴已经很贵了那些东西,他们都买不起很多东西,唯有你有机间装都很容易,对吗? 有机会当然不需要到处走,很多东西可以施肥,都可以成为肥田鸟的嘛 那他叫他养回牛,牛去耕,牛走过的田鸟也都已经弄松了泥,就是用了这么原子的方位 是的,每个家庭都一定会有肥田鸟去耕,譬如说我第一次去古巴,就是92年了,就是刚刚开始,91年开始了 那时候很艰苦,粮食又要配给各方面,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们也鼓励,哪些开车上班的,要接的,不准不接的,不要浪费了车去, 有很多想很多方法,其实这个是挺好的,到现在古巴人所谓的社区的概念,互相扶持的概念是挺根深剃固的, 不过可惜最近这几年,古巴要经济改革,又引进了这个资本主义精神进来, 那现在开始,大家又往钱看,其实过去,这个有机耕种是很出名的嘛,古巴 我没有看到他们的成果,所以今年去,就是慕名而去, 就找一下他们怎样,城市中的奸重模式是怎样,但是发觉又没有,那些人就跟我说, 他们已经没有了,因为危机过了,有很多他们现在,当然现在委内税也救了他们很多, 给一些便宜的石油,我就看到,我当时我就说,那你的痕迹都让我看看,痕迹都让我频调一下, 但是他真的没有,他说现在的有机种植都已经大不如前, 而且都是很,所谓的那个,集中了在某一些农地做,从事有机耕种, 然后那些农作物就交了给一些大型的超级市场, 就不再像90年代,个人自己,个人自己,个人都耕种不了些什么, 就是叫做,療性于毛,那你怎样耕种到些什么,那你住大厦那些, 虽然那里不是那多大厦,有几层高,很多几层高的旧楼, 你去哪找花园,有人住平房式, 但是,有很多地方,市区可以种到的东西, 我真的不觉得他们市区有什么可以种到, 所以,怎么说呢,就算我去到农村,那里的人跟我说, 以前是有种种,种些瓜菜,还有,古巴亦都很受中国文化影响, 那里中国人其实都很受欢迎, 那里怎么说呢,中国人移民古巴是很久的历史的, 而且,我感觉到,华人在古巴,和华人在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他们是很融入社会的,现在只剩下真真正正的300个老人家, 第一代移民那些,300个老人家,不是第一代的意思, 就是四五十年代移民去那些,华人还会讲广东话, 他们很多都是广东有移民过去的, 但是那些第二第三代,还有古巴人都很喜欢华人, 觉得华人可能有钱那方面,很喜欢, 所以,在饮食方面都受了华人的影响, 譬如说,古巴人不喜欢吃菜, 华人去到,可能又不知道,在唐山带了种子去, 你会见到,我九二年时真的见到很多, 我们在这里才看到的, 比如白菜,其他的那些,有芥兰, 芥兰那些,芥兰那些, 那你在当地那些, 他们都有, 反而你看到家庭种这些菜都有,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种不种到, 我问当地那些人, 他说没有种子, 现在说不是不想种, 就是没有种子, 当然,现在这几年, 和九十年代已经很不同了, 经济已经多了很多东西了, 之前九十年代就靠粮食配给, 但是现在, 他还是怎么说呢, 有些合作社, 然后每个月, 他就每一个家庭, 派一些东西给你, 但那些东西当然, 不是全免费, 但就收很少钱的, 那些很基本柴油盐, 像酱醋茶那些, 但是其他东西, 他现在已经多了很多超级市场, 那些shopping mall那些, 那些都有的, 就是多了街市, 你要去买咯, 那当然, 你要用外汇, 外汇去买咯, 那变了, 现在, 就是踏入二千年, 你古巴的确比九十年代, 在市面上, 是多了很多品种, 吃, 无论, 吃, 衣着, 都多了很多, 很多的选择, 但是, 这个我觉得都是假象, 因为你要用外汇, 好的东西就要用外汇, 那就变了, 变了, 影响了, 影响了, 那种社区目伦精神, 是的, 以前, 他们会知道, 大家不互相扶持, 生存不到, 但是, 就好像大家要竞争, 大家要竞争, 资本主义, 是的, 要拿外汇, 好像我们的游客, 每个人都抢, 哎, 找你一会儿, 不知道, 总之, 很多方法, 希望拿到外汇, 还有, 最主要现在, 古巴政府又开放了民宿, 就是我们可以住民宿, 当然你要申请, 然后要交税, 你才可以接待外国人, 拿外汇, 不便宜的, 那变了, 我住的民宿, 这个又在那儿欠客, 所以慢慢变了, 很奇怪, 引入了资本主义, 衰变了, 就开始贫富, 开始懸殊, 以前大家都很穷, 以前大家都很穷, 那就没什么, 大家保身帮助一下, 反而, 你说的, 这个九十年代, 曾经檀花一宴的乌托邦, 其实在墨西哥, 南部那儿就有了, 那儿游击队的自治区, 我真的顺便说, 可能香港人比较陌生一点, 对墨西哥, 对墨西哥, 对墨西哥那段, 被视为自古华拉第二, 就叫马哥斯, 蒙面的, 蒙面, 走过去, 领导农民起疑, 然后, 我是去过他们的自治区, 当然, 他们也发生过, 引起国际传媒关注的流血革命, 但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地, 取得他们的自治区, 这个自治区, 正正就是古巴九十年代的模式, 是的, 它就分开很多村落, 就是每一个村, 都有不同他们的, 所谓我们经济学里所说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就是大家比较优势, 你的优势是什么, 那你就集中在你的优势那里, 那就不需要, 不是你优势, 你又做完, 就是大家分工合作, 然后, 好了, 然后, 就, 以物换物, 你有些什么, 我这个区, 种薯仔是最好的, 这个区, 另外那个B区, 种番茄是最好的, 你就特别集中你的优势, 然后大家就互相交换, 那么现在, 他们就过着一些自足自吸, 现在自己有军队, 武装分子, 保护自己自治区, 即是不让这个, 墨西哥资本主义入侵, 哈哈哈, 反而, 即是古巴, 你九十年代那种, 即是说, 那种, 那种抗拒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欺凌, 现在呢, 现在呢, 其实呢, 我都看了很多, 现在都看到, 在古巴, 很多美国货品, 虽然你说, 美国禁运, 而且更加大力度, 现在都有加大力度, 因为呢, 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病, 加大的力度, 真是, 真是, 等到你火鳳凰, 是不是呢, 火鳳凰,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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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起发起, 好像他们, 美国那套, 那, 所以, 就是说, 但是呢, 他们现在,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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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国家, 譬如, 加勒比卡, 啊, 那些, 最做运回古巴, 因爲, 现在, 在经济制裁下, 所有的货品, 包括, 旅客, 都可以直接去古巴, 那些, 他们就, 去第三个, 就像我们的游客, 迈西哥, 再转机这样, 这些, 就像现在, 如果台湾的, 没席航那样, 就是这样去, 就充斥了很多, 美国的货品, 我去到那裏吃雞蛋,雞全部 所以古巴人都覺得很虛偽,制裁本身都很虛偽 但是另一方面就造就了一些暴發戶 你就是謀取暴利,你這樣繞一繞成本當然是重的 那些東西現在是多了,但又貴,又要收外匯 個個都要往錢看,誰有空跟你有機種植,沒有 我去到農地有些地方已經荒廢了 好,那我們休息一刻呢,繼續 這麼精彩的東西,繼續聽到一點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我們又回來,我們繼續探討一下 古巴面對石油禁運 當時他們怎樣去應付 我們的嘉賓張翠蓉 他當時在九二現代,當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 他當時在在場,剛剛去過 最近又回去了 結果他發現其實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你看一下當時大家有危機 大家就會很團結去互相幫助 令到這個問題可以處理得到 但接著經濟又轉型了 人性又開始改變 首先張翠蓉說 其實這個運作模式 不單止是古巴當時看到 原來墨西哥的南部 其實都有這個情況 現在這個進行得非常之好 而西方很多的傳媒記者 有很多西方人都很嚮往 去體驗一下 所謂一個社區烏托邦的生活形式 不過我講的這個 都是限於真的 不是道道可以推行到的 香港肯定不會 都市化 當然香港一無遊 我們真是 個個都餓死的 即是向北走 如果快點就向北走 即是香港連社區精神都沒有 那麥西哥那裏 我講南部那裏 因為他們都是很特殊 即是本身是一個農村來的 農民的心態又很不同 變成他們的關係很緊密 為何他們會出現游擊隊 然後帶出這個有引號的烏托邦 因為那時墨西哥政府想拿些地 賣給跨國公司建電廠 因為那裏南部的資源都很豐富 譬如提煉很多的抗產各方面 那些農民就覺得 怎可以 即是我在這裏生活 你想把我遷走去哪裏 就想死保衛這個農地 就來了一場農民革命 當然也都 通常革命都有知識分子帶領 神秘的馬哥斯 大家都 這個馬哥斯都不是他的真名 大家都不知道他身世 現在都不知道嗎 不知道他身世 但是我告訴你 他是很受歡迎的 歐洲人稱他為現代革命家 因為他用了短訊網 來傳達他們的消息 你可以將你的手提電話 用盡現代科技 是用盡現代科技 所以你可以在那裏看 一方面他們過著一些很簡單的生活 自給自足 但另一方面是高科技 還有他雖然蒙面 那裏很多人很喜歡他 尤其從來真的沒有人見到他真面目 尤其是女士們 身形不是很英俊嗎 是啊 一說去馬哥斯 每個人都說 哈哈哈哈 他很英俊 我蒙了面怎麼知道 他蒙面像Soro 不是啊 他出了眼睛 他對眼睛很性感的 哈哈哈哈 在網上看到的 在網上看到的 蒙了面 然後呢 以前那種荷莉惠片的Soro 拿著機關槍的 整盤人在後面 他被馬仔也是蒙了面 拿著AK47 來接受訪問的 蛤 因為他要保護地區 很厲害 他的游擊戰很厲害 是啊 他被視為至古華拉第二 在2000年 這個整個革命多久 我真的沒有聽過 是在1993年 1992、1993年開始 即是十幾年 九二、九三 九二、十幾年 剛開始的 高峰期是95年 他開始就出名了 他本身是 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身世 但是呢 我也覺得 這是一個現代傳奇 因為我去到 我簡直覺得 哇 你們是不是在講電影情節給我聽 我就碰到一個 墨西哥的紀錄片導演 當然他對他自己的國家很多批判 尤其現在我們知道墨西哥 完全是絕對接受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所以變成了他們反全球化都很厲害 墨西哥 那個導演就跟我說 他很想去訪問 能夠接觸到馬哥斯訪問區 其實我問 什麼人呢 他說呢 因為他本身在墨西哥自治大學那裡畢業 他說呢 為什麼我們大學呢 就是剛剛在九二、九三年 哲學系有一個教授說 神秘失蹤 你不知道是不是他 然後那個教授寫的論文 就簡直是講 Antonio Gramsci 葛蘭西 對 搞革命 衛知之戰 對 知識分子的角色 那些 那些人一窩風就 勇去找這個 失蹤了教授的媽媽 這個是不是你兒子 認一下眼睛 那個媽媽說 死都不知道 什麼都說不知道 那些人呢 就不理那麼多 一於覺得是 那又找了一個教授的論文 在圖書館 我都拍了照片 那個 個個都一於有一份來看 那些人就好像拍電影 那樣的 那我其實呢 因為我是去年 墨西哥大選的時候 我走過去 我其實都很想研究 他們的自治區是怎樣的 其實那裡有很多的自然團體 都幫他們的 幫他們的 就是西方的自然團體 有很多長期留在那裡 就是幫助自治區的 那有一個呢 就跟我講解了 他們整個自治區的運作 好奇妙的 他們真的完全是不需要接受外面的援助 衣服 他們有些村子 就負責職部 做衣服 然後換糧食 有些又換衣服 很多東西的 他們又弄鞋 又 簡直是 是 世外桃園 那樣的 但因為呢 我剛好 那時候 碰到 墨西哥大選 政府 就怕他們搞事 都派了很多軍隊 戒備 那樣 他們也都說 紅色戒備 就是馬哥斯 他們那幫游擊隊 紅色戒備 都不准人家去探訪他們的自治區 因為我也想去探訪 因為其實他們的自治區很厲害 門口已經很多蒙面大漢 哇 你一埋著他 他不跟你客氣 他真是 打鬼你 或者開槍 都不理解 他們是的 他們是 因為他們都是主張這個 他們覺得武裝革命的 這樣 這樣才能保護到他們的自治區 因為就被人推倒了 所以如果 你有興趣也可以去那裡 那裡是山崇 那他有沒有 沒有城牆沒有圍的那些東西 一個山區 什麼有圍的 他們弄了圍牆 就有人搜 那城市好像馬里長城 這麼大的地方 這樣區域 不會有很多村落 不是的 他們一去到已經有檢查站 他們有自己的門口大漢在搜 那邊界怎麼做呢 各舉一方 那你要邊界 拿鴻樓嗎 拿山脈嗎 我都很難想像 這個地方是相當大的 不會很小 不是好像新界那些村落 不是這樣的 很大的地方 但也不是我們想像之中 大到好像一個省 也不是 但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 幾萬人 起碼幾十萬人 幾十萬人 幾十萬人 沒有幾十萬吧 十幾萬都有 他們好像是一個試驗場所 因為他們不可以大 當然 其實為什麼西方國家這麼留意呢 大家都有一種危機 覺得我們現在這樣的生活模式 是遲早就會崩潰的 很多人都在探索 有沒有其他的 可以持續的社區的模式 其實很多書 我都看過 因為他看過 有一本書叫做 The Last Hour of the Ancient Sunlight 《古老陽光的末日》 這是一個作者 Tom Hartman 最近我回到美國 探討我的學校 他住在我的學校 在Vermont Mampiria 但我臨去之前 我上網看 原來他搬回西雅圖 因為我打算探訪一下他 因為那時候我剛剛 就去Vermont 去看我以前的大學 他本書說得很清楚 他說所有我們那個文明的大國 都是最終當能源缺乏 或者他能夠拿到的能源 是拿不到的時候 他這個文化就崩潰 但是他看回去 過去歷史上 其實能夠持續的社區 都是一些小的社區 所以我們有一種這樣的 一般我們在西方 或者在所謂先進的國家 我們的想法 如果真的要出現 要去改的時候 我們要改成怎樣的模式 都是想著這些 小的community 形式 所以 你曾經所說的 南麥西岸 就是一個很好的實現場所 茶帕斯散 茶帕斯散 所以我覺得 可以了解 為什麼那些人 這麼有興趣 知道到底做到多少 其實大家 仔細一點想想 我們所需的東西 是北愛兒 就是水 我們有基本的糧食 一般人吃的東西 真的不會需要很多很多的 雖然我們一般的大城市 好像香港很多 超級雪人 很多很多東西 但其實很多地方 吃的東西 都是很簡單的 即使水果 都是很類的 塑水都是很類的 其實我們需要的 基本營養 其實足夠的了 好了 有瓦遮頭 有基本的環境設施 還有 可能基本的 土方的自然醫療 其實當時 古巴是很好的 古巴的自然醫療 我第一次 人家說在古巴 是講他們的醫療系統 是講自然醫療 原來 在古巴每年 有很多這方面的會議 是講自然醫療的成就 很多其他國家的醫生 都去古巴開會 那就是講他 因為這樣 訓練了很多醫生 而出口 去幫人 我們看到那個片段 他就不是很講 傳統醫療 自然醫療 那一部分 他就這麼講 西方醫療 古巴是一個 全世界輸出醫生 和技術人員 教師 是最多的 其實 我所知道 好像葵女瑞拉 那樣 他都是 他一個外交的 所謂的外援 他當然沒有錢給人 也沒有貨物給人 他輸出他們的技術人員 我知道 在那個片段 他說 我數字 我就不記得了 二萬醫生 二萬醫生去委內瑞拉 二萬醫生去玻利維亞 又不知幾多 他們很喜歡二萬 以二萬為一個單位 又去非洲 叫他離港搞定 其實真的 香港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二萬醫生出現過 給他幾億 他又開心 都控制了 香港的醫生 都控制了 他們很渴望 來亞洲 來中國 因為他們對中國的中醫術 很有興趣 我臨走 有一個醫生 還寫了他的簡歷 塞了給我 叫我 介紹一下 一件事 很可憐 古巴仍然處於一個很貧困的狀況 雖然你說 古巴政府放很多資源 在醫療服務方面 但是考虎難為無米趣 我就探訪他去醫院 最近這兩年都沒有錢 他根深不到儀器 影響了他們的醫學研究 所以他們很希望能夠出外 可以有些先進的技術 可以更新到他們的研究各方面 他們很喜歡來的 以前蘇聯現在是中國 以前是走蘇聯模式 他們現在不是 他們現在要參考中國開放經驗 所以為什麼變成半桶水 又有些資本豬油 現在古巴政府分兩派 一派就是死硬派 堅持革命獨底 另一派就是中國派 他們現在很有興趣中國的經驗 事實上中國 我看到 剛才你們說單車 鳳凰牌單車很多 他們用很多單車 但另一方面 現在很多中國產品 現在他們的電訊問題 現在有流行 現在上網都不是很流行 手機都沒有流行 但已經有一家中國的電訊公司 在那裡已經正在等 等著開拓處理地 所以他們在歷史上跟中國人的關係很好 所以他們是很嚮往來中國 我也覺得很好的 中國好過歐洲那些這麼貴 他們真的很想交流 不知道行不行 我所知道 他們在講自然醫療方面 他們是發展得很好的 因為始終沒有那麼多西方的藥物 所以他們也可以這麼說 形勢所迫 你一定要發展一些 不是靠這些大藥的醫療方法 我想一切都是因為窮 所以他們都要想出一些另類的方式去代替 這個跟中國50年到60年代被人懷疑的時候 什麼樣子 自力更生 但你要知道中國是地大蜜博 古巴只是一個島 它其實天然資源不多 只是借的 難道你每天吃借 煙熱 煙熱 沒得每天吃借 都吃雪茄 但是很有趣 借的 那個國家都小 不是很多人口 不是很多人口 很小 你想想一個小的島國 由東邊 你坐車到西邊 由一邊走到另一邊 都是那15個小時的車 也有15個小時 那我不是說 你以為現在是南亞島嗎 有一個省那麼大 中國 廣東省 看到地圖上都是看到的 那個島不是很小的 看到 但是都是 大過台灣 大過台灣 人口沒有那麼多 台灣真的很小 你從台灣去高雄都是那4個小時的車 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去到島 有它的工廠 有它的農作 什麼都有些 噢噢噢 就是有這樣的尺寸 你要知道 你不是說尺寸 現在你說天然資源的問題 古巴真的沒有什麼天然資源 中香蕉 金謝 因為起碼土地肥沃 肥沃當然會去到島 不是很多礦物 熱帶的礦物 它應該真的發展農業 但是呢 因為現在 中央控制 很多農地都是屬於國家 所以為什麼現在呢 大家都感覺到應該要搞一次的土地改革 農地改革 你給回一些動力給農夫去耕田 最慘的是現在 我跟農夫說 沒有種子 種子很少 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有些家庭 以前種開農作物 他們改為種 養豬 因為現在是肉胃 豬很生養 一胎 一鬥 可以拿去買 但是這些都是比較少的 現在已經很不同了 所以現在他們呢 反而政府的重點 就是推廣旅遊業 要賺外匯嘛 用外匯去買東西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是這麼多年來 沒有什麼改變的 有些人想懷股 想真的懷股 古巴的建築物仍然是 你去到就感覺到 好像廣州五六十年代 很殘舊 是很殘舊 還有它有些東西倒了 又不再重新 沒有錢去維修 其實真是 真是 比較財政緊絕 如果你說作為一個女客 你覺得有什麼值得去欣賞呢 吃東西好不好呢 大家知道去古巴 就不是為了吃 為了什麼 就是真的 那些人去唱歌跳舞的 那不是做得很好呢 唱歌跳舞 很普遍 真是挺開心的 是啊 是啊 那音樂是否特別 窮風流我快活的 他們每個人都懂得唱歌跳舞的 他們走路都走到像跳舞一樣 那也是很開心的 所以為什麼呢 古巴始終 古巴始終 不要說我們那麼遠 始終都是在拉丁美地區 有很多人 遙望古巴 他們心中的 還是烏托邦來的 你知道 在拉丁美洲 都貧窮的人口很多 就是你隨時在街上餓死 小孩子沒有書讀 但是古巴呢 起碼到現在 就算他們怎麼窮都好 都照顧了 每一個人的基本需要 醫療啊 教育啊 很多福利啊 居住的問題 你也不用擔心住的問題 其實那些電的東西都很便宜的 全部都有津貼的 所以古巴政府沒什麼錢 所以現在的古巴人很害怕 往前看 局部推行一些資本主義的政策的時候 他們就很害怕 他們不是的 他們一方面 他們很害怕他們現在享受的社會福利 會受到侵蝕 但是在另一方面 他們當然是覺得 這個都是人性啊 就是你品種又多了 選擇又多了 還有因為你一方面 你又鼓勵旅遊業 有很多遊客去的嘛 為什麼那些遊客 又有些樣又有些樣 為什麼我們沒有啊 會是這樣 有些比較 是啊 因為你推動旅遊業 你當然是有些基礎建設的 就是有些旅遊的基礎建設 比如你酒店啊 還有很多那些商場 就是你是為遊客而設的 人家真的看到的嘛 當地人 為什麼他們有我們沒有啊 諸如此類 還有一遊客一入侵呢 那你就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套 非洲那套呢 那些土人呢 一時各各管可口可樂 又說上帝也 封河 是啊 你是會改變 改變了他們的慾望 那我就有個問題了 基本上呢 應該古巴好多人 就移民了去美爾國 或者逃亡去美國 好像大陸遊水下來 那時候被他們放他們嘛 有人放了他們出去 有很多親戚在那裏 還有他們以後那些人 是 戶錢回來 旅遊啊 其實古巴人 你剛才是九十年來 他們經歷了 現在 其實他們都是相對窮的 但是你覺得他們 會不會接受 這麼容易 接受美爾國那種 資本主義的生活 還是他們覺得他們那個才好 引入些少 就是物質生活就好了 但是他們覺得自己 就是傳統那種生活方式 模式 是更加 就是好過 因為其實他們要走 美國都不是很難的 我們這樣講的 古巴老一輩那些 還有革命號稱 有革命精神的 還有比較對美國 有一種很對抗的心態 但是年輕一代 未必是這樣想的 在年輕一代裡頭 感覺到他們 怎麼跟他們講革命 他們都不是很明白 他們就是真的希望能夠出外 這樣是很人之常情 還有因為他們現在要講自由 民主 這些已經 就是一個所謂核心價值 透過全球化都影響著古巴 我有趣的現象就是 古巴的人想出來 但是我們外面的人 就去那裡生活上 你拉丁美洲的人 很羨慕那裡 就直接以那裡為改革的藍本 理想的肚子就在那裡 是的 這樣的制度 當他們變成為內為長愛 那些人就想出來 例如我認識一些年輕的古巴作家 他們覺得他們走不了 他們感覺到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流亡 一種心靈的流亡 因為他們不單止是講及物質的生活 還有精神生活的追求也都提高了 真是全球化 因為大量遊客進去也有很多交流 精神污染 不知道是不是精神污染 但是古巴人是很聰明的 還有因為這個也歸功於全民教育的 所以那裡受教育的人也佔人口很多 那裡有很多知識分子 可以跟你說很多話 但他們又不會走出來 他們想不到 那些人已經多了交流 譬如我認識一些醫生 他們都出外 譬如哥斯特尼加 或不去遠 附近的南美國家 去墨西哥都多了交流 但是很多意見他們又要有一種愛國心 古巴人是很矛盾的 他們有些人出去後都要回來 推動社會改革 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革 他們跟我說他們是完全不會接受資本主義 完全接受資本主義那一套 但是他們覺得古巴社會主義 因為過去他們實行蘇聯的模式 當然蘇聯都在想台 他們的模式都注定失敗 所以現在他們尋找第三條道路 即是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 其實九十年代出現的一些所謂互助的精神 都現在有的 我們現在做遊客 去到你見到一些車你都可以 中夜上嗎? 順風車 你截停問他去哪裡 很多人我最初都不知道 我最初以為是什麼 原來就是順風車每個人都這樣截截截 因為現在古巴的交通是很緊張的 不是說他塞車 而是交通工具缺乏 無論巴士、的士 我們好像遊客截的士都有一段時間截 我真的站在那半個小時都沒有截到 所以他們交通工具那方面是缺乏的 因為他們現在的車員很少 他們還在用美國五十年代的汽車 沒有什麼的 因為他們真的窮 那你怎麼可以在日本、歐洲 什麼入口汽車不行 沒有錢 所以你看到他們還用以前留下來的汽車 人口又可以切多 因為交通工具不夠 所以那些巴士又很擠 塞車又沒有什麼 因為沒有什麼交通工具 所以變成是一方面 其實現在古巴仍然是 為一些很基本的 一些基本的日常的需要而掙扎 其實你的結論是怎樣 我的結論就是這樣 因為你們開始強調這個烏托邦 其實烏托邦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烏托邦只是我們想出來 想出來是一個吸引我們不斷往前走的動力 我覺得烏托邦就是你向前走一步 烏托邦就向後退一步 永遠都和你保持距離 但你永遠都會好像看到他 就向他邁向烏托邦 但是不是 他永遠都要和你保持距離 但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算人類社會永遠都達不到這個烏托邦 但我們只要向前走一步 就已經有所進步 起碼被你未走前已經進了一步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變成了 為什麼古巴是充滿很多矛盾的 而拉丁美洲人看古巴也是充滿矛盾的 我覺得這個國家都值得探訪一下 因為完全是很不同的旅遊體驗 當然不是跟旅遊團那一隻 旅遊團那一車就送你去海邊 幾天都在那裡 游完水就回酒店吃座餐 晚上就看那些大表演 很虛假的表演 再去游泳一天 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說現在其實古巴可以自助遊 可以自己去的 安全吧 是相對地安全,我都說幾年引入了資本主義精神之後就不安靜,開始有人偷東西 偷東西,內不中都會,但起碼不會像鐵欖美洲綁架,殺了你才算,那時候也不會 那裏如果是殺遊客都很大件事,都未發生過 我們香港出路,其實都是一種構思,有什麼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 你說古巴和香港很不拉家,其實不是的,古巴這個實例可以看到 我們人遇到某一個情況,我們會怎樣去反應,而當這個情況變,我們人又會怎樣去反應 其實你說烏托邦可不可以走得通呢,我覺得是可以走得通的,我們將來慢慢來解釋給你 其實不會的,阿遠醫生你為何這麼浪漫 有些浪漫的,醫生 不是,這個烏托邦真是,我們這個舞台都是烏托邦 我都贊成,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他的夢想,然後為夢想奮鬥 但我告訴你,其實你以為烏托邦可以實現是危險的 你會出現極左和極右的思想 我們那個做法就是,你知道一個問題,你要了解一個問題的起因 你知道為何失敗,為何社會主義失敗,為何資本主義失敗,為何共產主義失敗 好了,但每一個主義都有很多吸引人一段時間 它有吸引的地方,但它沒有照顧到其他地方 人性是需要很多的,如果我們真真正正能動縮每一個制度的好處和長處 要了解人性的真正需要,其實烏托邦是做得到的 將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時間關係 好了,下個星期再見